苏氏虽然伟大 但它也是凡人血肉之躯 所以疾病也就难以避免 特别是乌台事案之后 它先后去了黄州 惠州与丹州这些地方 客观上存在一个失应的问题 加上接连的贬择 心情肯定是有点压抑 相应的对身体的影响也就更为明显 这个时期它身体出状况的频率 也明显地增加 而且严重的程度也不断地加深 一个人对待疾病的态度 其实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 我们看一看苏氏曾经历患过的种种 甚至连绵不绝的病痛 对苏氏一生的艰辛 就可以有更深刻更透彻的了解 可以更懂苏氏 守护生命的那种强大的坚韧 伟大的人 他注定有一种伟大的精神 北归时候的苏氏 虽然已经虚发血白 谢顶的厉害 但是身体和精神的状态 似乎都还可以 心里想的是 如果再被赦免一次 也许就可以彻底地自由 归根属地的愿望也就尽了 所以他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 叫郑敬老 有这么一段话 某虚发皆白 然体力远不减旧 或不即使 圣恩汪洋 更一色 或许归龙 则带月之处 可以对柄也 苏氏在西宁四年 107年春 也就是36岁左右 他的发量就明显地减少 49岁离开黄州的苏氏 已经发量很少了 而且白发增多 50岁进入汉林 大概就已经开始卸顶 59岁被贬英州 苏氏形容自己 头 铜 纸货 什么叫头铜 铜就是山上没有草木 头铜就是头上没有头发 纸货 牙齿也掉了一些 苏氏是带着这么一种状态 进入广东 进入令来 那么再过六七年 泄顶的程度 肯定就越来越严重了 因为自己感到体力还不错 所以对未来也有一定的憧憬 现在还不是自由之声 但是如果再背色一次 那不就是彻底的自由了 那自由了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肯定是家乡 所以苏氏那个时候心心念念 还是想回到四川 如果没有办法回到四川 那就去杭州 总之呢 像桃园民一样 做个耕种自己的农民 是苏氏那个时候最大的心愿 苏氏出发的时候呢 虽然自己感觉身体还不错 但是随着漫长的北归之路 苏氏的身体呢 逐渐就显现出了各种问题 从此苏氏的北归之路 差不多就是疾病之路了 并最终因病呢 在长州去世 建宗晋国元年 1101年的4月中 苏氏的热毒呢 从宜征开始发作 整天昏昏沉沉地躺着 在宜征停留十多天 然后就准备着呢 在这个月末呢 北上 与苏泽同居隐昌 但后来又转到了金口 也就是现在的镇江 他已经觉得到了 步履为奸的地步了 当时在金口 就已经没有什么力气 去见人了 连相较了四十多年的丞相 张志平在金口 他都不知道 到了长州以后 病情果然就更加严重 现在保留下来的苏氏 写给前记民的最后一封信 是这样写的 很可能就是这个 根源不浅的热毒 最后终结了苏氏的生命 苏氏在北归的时候 满以为人生会迎来新的生机 而偏偏这个时候 病在家里面 实在是心有不甘 他写信给陈斧志说 如果不幸死在海南 苏氏倒也认命 问题是好不容易走出了海南 却好像在走向生命的终点 苏氏真是抱怨生命的无情 面对了过病不起五十天的状况 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 扶着也只能走几步 坐久了也吃不消 苏氏感觉自己有一种 颓然殆尽的预感 但是顽强的生命欲望 让苏氏想到了最后一招 那就是向朝廷申请退休 他在写给《残鸟子》 第二十一封信里面说 因为他听说 某一个人生病 快要死的时候 他就向朝廷要求自恃 这个自恃也就退休 结果一退休 他就活了下来 所以苏氏就说 我也想模仿一下 如果我退休 能够保住我的生命 那就什么也不管了 这个好像有点迷信 但这个时候的苏氏 即便迷信 我也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了 苏氏到了长洲以后 赶紧上了一篇 奇志士状 他怎么说呢 大一是说 我有一点宝田在长洲 所以就想到长洲 去安度万年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接受朝廷的安排了 接着就说到自己的病情 于五月间至珍州 藏独大座 经已至长洲 百病横生 四肢肿满 可消唾血 全部人使则 二十余日已 自料必死 曾经行年六十有六 死亦和恨 但草木昆虫 有生之意 尚夫留恋盛世 以此此宠禄 获口苟延岁月 欲望朝廷哀怜 特许臣 守本官之事 对照一下 他写给参了子信中的话 大体是一致的 这一集影文呢 前面说自己全身都是病 四肢肿胀 吐血 糖药病发作 已经二十多天 一点东西也吃不下 生命呢 已经明显在倒计时了 但是求生的欲望 连草木昆虫都有啊 何况是人呢 所以他直接说 此此宠禄 或可苟延岁月 也许退休以后 还可以多活两天 你说话 说到这个份上 宋徽宗除了同意 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苏氏六月十五 坐船抵达长洲的奔游 七月二十八 在长洲去世 自私以后 也就活了一个月左右 并没有真的给苏氏 带来更长久的生命 但至少这一个月 苏氏是带着对生命的希望的 苏氏在《起义志士状》里面 说自己在珍州 藏独大作 岭南七年时光 苏氏本能地觉得自己体内 已经有几年藏独 那么这种多年集聚的藏独 自所以发作 与苏氏船行河中 河水污浊不流 殉政成病 与这种状态有关 原本藏独还蕴含着体内 现在污浊的河水 高温的天气 那么在这种熏征之中 热独就开始发作了 今年藏独是苏氏 对自己患病根由的看法 其实苏氏多少 有点轻视了 岭南藏气的严重程度 认为南方有南方的病 北方有北方的病 你不用过于担心 但是我们想一想 病可以不分南北 人要分南北的 同一种病对不同体制 这么一个人的影响 也是各有差异的 苏氏大概是 有一点宿命的思想 认为命数天定 与南北无关 所以虽然面对了 不少受藏力之气 而生病甚至死亡的情况 他依然不大以为意 认为只要坚持冷暖适中 既饱适宜 也就不会中这个藏力之毒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轻视 而使得苏氏 没有充分注意 来抵御这个藏力之气 所以使得这种毒气 不断地积聚在了体内 在鼠热之下 最终爆发出来 苏氏晚年 特别是在临终之时 应该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了 可惜这个时候为时已晚 苏氏铁内的藏毒 毫无疑问是在惠州 丹州期间患上 或者说是加重的 只是在这两个地方 没有特别的发重 此外 苏氏好像也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黄州多生疮劫 而在惠州 则苦于自己 苏氏在黄州 也受到热毒的影响 似乎平凡地生疮 痛苦不堪 他在黄州就说过 这个黄州在长江边上 夏天高温往往超过别的地方 苏氏明显地对这种 下老上针的湿热 难以忍受 身体也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种感觉 苏氏 如果生活在北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 吐血者附座眼 附座就是再次发作 这就说明他吐血不止一次 苏氏在黄州因为疮发作 加上患红眼病 有的时候比较长时间不能外出 以至于外面人看不到苏氏 就误传他去世了 这个消息传得越来越远 所以朋友来信来求证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 苏氏生病的时候 他恢复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苏氏在黄州一再提及自己赤木 晚年被贬殷州 苏氏怎么说自己呢 说自己两目昏杖 仅分道路 势力应该相当的弱了 只能看出一种大致的轮廓 从现在读到的材料来看 苏氏好像对痔疮也有办法 他在黄州写给朋友的信里说 若干气和 则血脉通流 惊艳畅润 疮戒与何有 均经换疮 故宜时计 苏氏知道 发生疮戒 这个原因主要是由于 干气不和 所以他说要养肝为上 那么养肝最重要的地方 就在按时就寝 他说如果过了三更 还不睡 血就很难在晚上 顺利地回归肝脏 第二天气势那就差了 气势差了 心意也就很难集中 事情也做不好 所以干气和顺 当然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那么疮戒之内 也就没有生长的机会了 你看苏氏好像很懂 如何预防疮戒 但是事实上 他患疮戒的频率 是相当高的 那么在如何治疗疮戒上 苏氏提供的 似乎是一种食疗法 大致是以祭菜为本 加上一定数量的 米 水 生姜 放在罐里面一起煮 在上面淋上生油 不能添加盐和醋 苏氏说 这个制成的食物 比什么三蒸汗味的味道 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苏氏好像极烈地 在说明了这道菜的味道之美 但是祭菜加上生姜 能有什么味道呢 又不加盐和醋 反正我是难以想象 在黄州苏氏 大概也时常手臂肿痛 有一次苏氏去罗斯店看田 当然因为田不怎么好 最后没有买成 苏氏的两个友人 攀位与庞依 那么知道苏氏来了罗斯店 所以就赶过来相会 看到苏氏的手臂明显地肿大 判断是一种药食毒 如果不用蒸去掉它 很可能就会变成窗 所以三个人一起就去了 麻桥的庞家 用蒸疗的方法住了几天 果然就好了 所以苏氏后来称这个庞依 是个歧视 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药食毒是不是 与苏氏曾经服药食有关呢 道家养生 经常会练什么药食 或者说练丹 苏氏对道家的养生 有相当的信任 他在惠州给朋友写信说 自数年来 颇知类外丹药处 苏氏怎么对这个类外丹 如此了解呢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至少在黄州的时候 一个叫刘弃之的人 经常与他讨论 类外丹的事情 苏氏可能逐渐地受到影响 并开始直接地付诸行动 这个类外丹 就是道家不同的养生之方 类丹敬养 外丹服用 这种丹药如果适量 也许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稍有不胜 负面的作用可能更大 类外丹之外呢 苏氏后来意识到 丹头更为关键 他在惠州的时候 似乎逐渐意识到了所谓 养生就是顺应自然 他说 燕金纳西 真是丹头 这个纳西 苏氏在他的那篇 养生说的文章里面 有进一步的说明 于西俱出 富与俱入 或觉此西 从毛窍中八万四千 云增雾散 无始以来 诸病自除 诸葬见面 自然明悟 也就是你调整你的心灵 跟你的呼吸 调整为同步 这个时候你吸入的气息呢 就会从无数的毛孔中散出去 如果真是修炼到了这个地步 那什么病都消失了 这不是典型的道家养生法吗 在道家看来 养气是比服药更重要的养生方法 苏氏晚年大概意识到了 外丹的危害性 在北规经过镇江 也就是经口的时候 因为热毒发作 身体十分虚弱 这个时候 他写给朋友的信里面明确说 你看以前说 内外丹一起养 而且更重视丹头 现在说只能内养 不能服用外丹 那苏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这与他亲自看到的情话有关 他在信里面说 说苏州一个信里的人很会练丹 也有一种化铁围巾的本事 他服了自己制作的丹药以后 这个头上就果然长出了新的头发 但最后得了什么呢 得了拥居大患 也就是一种十分严重的毒疮 所以苏氏一再对张志平说 你千万千万不要服什么丹药 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苏氏在黄州总生这个窗截 鼠毒是一方面 很可能与他服用了所谓的丹药 是有关系的 苏氏身体出状况 大多数在春夏之间 所以他的信里面就经常会出现 春夏以来卧病几百日 经上苦目击 这种情况不是偶然 秋冬呢 往往棉食俱价 到了秋冬天 睡得也好 吃得也好 到了黄州之后 特别是在春夏之际 好像还在换这个窗 而且呈现出多发性的趋势 给苏氏带来的痛苦 当然是很大的 苏氏换窗 持续了近十年时间 那么对他生活质量和心情的影响 肯定是多方面的 在春夏之后 在春夏之后 从黄州开始频繁发生 并且持续了近十年的这个换窗 苏氏受痔疮之苦呢 可能长达三十年 痔疮最严重的时期 主要在惠州和丹州 尤其是在惠州 他在惠州的时候 写信给朋友说 是旧苦至极 盖二十一年已 近日忽大作 百药不孝 他的痔疮一发作 就是两个多元 苏氏写给陈政府的信呢 大概在少盛二年 也就是1095年前后 那么往前推二十一年 苏氏 什么时候患上痔疮呢 大概是1074年前后 也就是在 杭州通畔与密州之州 交接这个期间 他开始患上了痔疮 二十多年来呢 动不动就发作 短嘛十多天 长超过两个月 在惠州最夸张的一词字 这样呢 才慢慢地治好了痔疮 但为什么还会频繁发作呢 我想大家应该猜到原因 因为这个痔疮 要断酒断肉 一样苏氏断酒断肉 这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吗 所以苏氏自己说 绝肉五味 意志难行 知道啊 但做不到啊 所以痔疮好了 肉饮又犯了 来两碗烘烧肉 所以痔疮自然就反复地发作了 即使从惠州到丹州的路上 苏氏的痔疮也曾经再度发作 以至于什么 以至于痛地叫了一个晚上 这一次 弟弟苏泽也在身边 当然也就听了哥哥痛苦地叫了一个晚上 这也是苏氏苏泽一生当中最后的一次戒面 他们从1097年的5月11日 在滕州会合 然后同行到了雷州 6月11日苏氏准备渡海去海南 但这个时候苏氏的痔疮严重发作 苏氏自己有一段话 我们看怎么写的 6月11日 相别渡海 相别渡海 于是病治身影 自由亦忠悉不昧 应诵渊明师 劝于止酒 乃何远运 应以正别 数据增值矣 苏氏因为痔疮嘛 一个晚上没睡 可怜苏泽也陪了一个不眠之夜 苏泽肯定知道 苏氏痔疮发作的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苏氏贪酒贪肉啊 所以要劝苏氏戒酒 所以你以后到了海南 生活条件可能更艰苦 如果你再弄什么病痛 那就更麻烦了 并且对他说 你不是很崇拜陶渊明吗 那人家陶渊明就戒过酒啊 而且又止酒失啊 陶渊明最后 是不是真的把酒戒了 好像很难求证 但至少他曾经意识到喝酒 对身体确实有负面作用 这个是他明明白白地写在 《止酒》这首诗里面的 弟弟这一番苦劝 苏氏当然明白他的用心 而且自从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那早就刻骨铭心啊 但是苏氏与陶渊明一样 酒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看他在丹州 还在兴致勃勃地酿酒啊 那大概就能知道 戒酒一时可能 彻底戒酒 一点可能也没有 一旦自创好转 苏氏恐怕就忘了戒酒这回事了 黄州呢 简直是苏氏直面生命脆弱的地方 苏氏刚到黄州 心情实在是不好 七十多岁的老儒母去世 弟弟苏泽到任军州以后呢 又上一个女儿 接着又是堂兄去世 此外他在写给蔡景凡的信里面说 看到许少章突然就去世 又听说董义夫没了 亲人友人 亲见二文 那么多的生命消失 所以生命的脆弱感和相应的珍惜感 就同时影响到苏氏 加上自己动不动就一并扮演 有限的生命如何才能有意义呢 苏氏开始重视养生了 并且立即付诸行动 他在天庆关建了三间道房 要在里面净修七七四十九天 并且劝秦官啊 你也早日净修养生 就是这四十九天的净修时间 那也很珍贵啊 以后你要当了官 你要四十九天 啥事也没有 有了这种自由 也不大可能的 再说了 你经过四十九天的净修 心性与身体的根本 大概就确立了 即便以后再重视各种 适患的工作 已经可以做到 适宜则心反 事情完了 就回到自己的本性 你心性强大了 身体当然就健康了 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面说 去岁冬至 灾居四十九日 惜命归根 似有所得 但惜夫下至 当父闭关却少 妄想济绝 颓然 如葛天氏之名 道家所谓 炎炎确捞者 代未此乎 这四十九天的净修啊 让苏氏感受到 惜命归根的重要性 其实 苏氏就是告诉大家 要放弃 人间的利路之名 不为世俗之悦 所牵绊 这样呢 才能够感受到 生命本来的义 苏氏说啊 如果你的内心不安静 充满了人间的欲望 那你即便活了 九十岁一百岁 那还是没有义 那还是匆匆地过一生 因为人生没有停下来 感受过生命本身的意义 苏氏在黄州 开始思考 生命与养生的关系问题 为其以后 在惠州 丹州 更艰难的贬择生涯 就奠定到 非常重要的精神 和心理基础 生命主要在于治疗 而不在于纯粹的长度 当然如果治疗与长度 集合起来就更好 苏氏觉得养生 与身体强弱的关系不大 关键是调养得方而已 因为苏氏总生病 天日就身疮 眼睛就发红 天人呢 有咳嗽不停 所以对身体的关注 程度也高 他悟出的道理就是 平时身体的强壮与几弱 他不一定与长生成正比 那也确实符合 生命的规律 身体素来强壮的人 可能平时不大注重养生 那一旦发生特殊的情况 也许挽救的空间就很小 那么一向多灾多病的人呢 因为注意调养 反而有可能养生 这当然都是一种可能性 苏氏在黄州的时候 与朋友像李公泽这些人 就经常讨论养生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国家的朝政 暂时不需要苏氏去费心费力 那苏氏能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 所以他曾经写信给李公泽 去交流养生的问题 简单的心思 简单的劳动 简单的生活 大体就构成了舒适 养生理论的核心 他刚到黄州的时候 生活简单无比 他说自己在江边弄水挑菜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在东坡的劳作 在雪堂的生活 那就是苏氏当时想要的一种 心境和生活 所以黄州也给了苏氏 宁静和健康的这么一个空间 也就相当于给了苏氏的全部 这个时候呢 苏氏与陈继常 李公泽经常讨论养生的问题 苏氏的养生理念 就是这么慢慢地起来了 苏氏后来自己总结 从理念上说 自己的养生 应该受到激康的影响比较大 激康的养生理论 这当然是中国养生理论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 或者说一个流派 大体就在于顺气养合 然后才是食补 玄水和音乐的熏陶 苏氏说音乐这一下呢 自己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自己五音不全 但除此之外 还都是于激康高度一致的 苏氏的一生 仕途蹭凳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 但其实也是疾病缠身的一生 可能知道的人就少了 无论苏氏 有多么强大的心理调节能力 但总是在政治的漩涡里面 就难免经常被寂寞 孤独所包围 这对一个人的免疫力的影响 也是潜移默化的 苏氏应该也是热性体质的人 这个是我猜 但他被贬折的黄州 位居长江边上 夏天的极限高温 一般人都难以忍受 何况一个原本身体素质就一般 又处于人身低谷的人呢 他被贬折的惠州与丹州 更是当时人文之色变的 难瞒藏力之地 常年温度都偏高 热毒就成为苏氏 一直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大概从黄州之后 苏氏的身体就不断地在走下坡路 黄州的疮劫之痛 惠州的痔疮折磨 淡州的脏气困扰 让苏氏的生命之气呢 就逐渐衰弱 而最终在脏毒的大爆发之下 走向生命的终点 虽然苏氏那么热爱生命 那么想方设法来延年益寿 但在那个猙獰的时代 给苏氏的主要就是排挤 打压孤独和疾病 疾病 苦难落在一个人的头上 就是一座山 这座山虽然无意中成就了 苏氏惊人的文学艺术 等多方面的成就 但如此肆无忌惮地摧毁 一个人的尊严和生命 这样的时代 我怎么总感觉伤心呢